117 文匯報 法醫 死者有三神被針孔 2015年7月18日香港新聞A06小五生墮樓中華基督教會 基珍小學小五女生羅卓其於校園內墮閉案 死因停作日展開第四日聆訊 法醫報告指從死者的右頸及手腳發現三處針孔 而該處為常見急救打針為止 為在急症室及性藥漢救護車上 從沒有人為死者打針 未知神被針孔如何出現 該校校長作在庭外指 事發當日他到屯門作校外平核 當得知女生聚樓後即想到要救全校在生謀H 法醫扶家聰作解釋法醫報告 指死者羅卓其身上有數十處乳傷及骨折 其中有頸、左手爪及左腳 Z更發現針孔 而該處為之為常見急救打針 找血管的位置 而針孔為之與其他外傷沒有時間的差別 為根據急症室醫生及救護員的供詞 從沒有有人為死者打針用藥 附屬指死者背部的傷勢較多 故相信其背部最先同為 血液驗出感冒藥武功清微增服食 另外 從女童的血液釀本中 亦發現四種常見傷風感冒藥的成分 副解釋該四種成分會令人吹噓 有機會影響施發時的神志 為根據羅卓奇母親的供詞 卓奇事發前沒有服食過感冒藥 急症室醫生了韻明指死者送到醫院時 傷腿明顯向外彎曲 被恐流出鮮血及熱淺老張 青肉眼一定見到 最終在八時三十一分宣布羅卓奇創傷性死亡 校長認密打999通告過時該校校長王正文作在庭外指 事發當日到屯門作校外平核故未有在場 由副校長石凌通知有學生懷疑墮流 他即趕回學校瞭解 黃青當駕車返校時 不斷反覆思量要作如何安排 指知要救全校在生謀H 王校長更承認 該社上請密以999報警的通告不合時 官則而受訓不隨便走開當日在學校五樓課室外 當值的老師毅修員工稱羅卓奇為運動員 估計他可在一至兩秒間 在老師不畏意的情況下由課室走到樓梯 毅強調學生至少一起已受訓練 知道不可隨意離開課室 死因裁判官反問這是完美Leaders guy 每人都聽你訓練 以事後到延長調查的警長莊建祥指 在學校五樓上六樓的樓梯扶手欄上 發現死者左右手的指紋 香港《文匯報》記者道發祖 問後 請到訓練 請到訓練